教联会的调查发现 大约九成幼稚园面对学生流失 面对财困 希望政府提供一笔国勃款 保障教师就业 疫情反复 学童曾经有一段时间 不能够回学校上堂 教联会一月中二汶卷 访问了239间幼稚园 大约九成表示 今个学年有人退学 其中学前班和半日班 学生流失较严重 受访的幼稚园说 主要是受疫情或者家庭移民影响 也和跨境学生人数减少有关 另外八成受访幼稚园说 下学年K1报道人数比今个学年少 近六成指多了获取六学生 放弃今年九月入学 平均每间大约30人放弃 超过七成幼稚园说 面对财政困难要裁减人手 他们本来是全日班的 也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影响 教育局要全日的学生回半日 不如我不读了 家长就因为疫情而担心 他们的小朋友的健康 他们就一直提出来退学 还有看清楚一点 明年才读 因为影响了我们这一两年 招心的人数 教联会促请政府为幼稚园提供一不过撥款 保障教师就业 也建议降低幼稚园私生比例 由1比11减至1比10 而人手比例也不应计算校长 副校长和主任 令幼稚园在学生减少的时候 仍然可以留住教师 无线电视机者张永恩报道